珠琳 霞姐 醒來的 謝謝 那個導演有手來問你功課嗎? 明明他才來過你 說到拍攝,好像你才是他的師兄 經常要你教他 他真的沒用 大家同一套劇,有什麼所謂 而且我平時用紙杯 為什麼給我這個瓶? 當然了,珠琳,你這麼聰明 你以為我不知道 有個外國著名導演 達洛丁龍找過你 有什麼你不知道? 不用問,當然是重金禮聘 你過去幫他拍攝 將來你碰到 記住,看著我霞姐,別忘了我 請你當助手又怎麼說? 你說的,一言為定 我當你說真的 就這麼說 你說,慢慢享受 什麼?你推了達洛丁龍嗎? 對,那個丁龍找到朱琳做什麼? 做第二副導演 現在朱琳琳已經是導演級 在英時圈是有名有姓,有品質保證的 怎麼會像那些剛畢業的新孩子 走出去做人家副導演的副導演 不,這是一個不 做人家副導演的副導演有什麼問題? 現在在說達洛丁龍 大師級拿了奧斯卡獎的 有很多人想跟著他 對,三年…三年前可能我真的很討厭 但現在我真的是一個導演 我不想做輔導的輔導 因為…第一,發揮不多 第二,那個梯圖已經差一節 薪金更加懸崖式地直接插進去 我不想回去入行的時候 如果我留在香港的話 潮山開劇一定會遇上我 就算他不遇上我 我也認識香港電影圈的人 我不用擔心到外國才會有事 還是朱琳,你不想跳出你的舒適 zone 為何聽來聽來的 你的口吻好像那些全球食物 上到某個位置下不回來的那種 不…不關我沒有全球食物的事 是現實問題 以我為例,我相信大家都記得 我曾經是這座大廈的… 保安 沒錯 你問我現在會不會再次 擔任這個大廈的保安一職呢? 是不會的 因為我現在已經是堂堂吳旺達的 sir甘甘領事 我的責任是負責照顧一個國家的人民 而不是照顧一座大廈的村民 聽起來好像有些道理 好了,大家不要再爭辯了 風少爺,明晚請吃飯 好 明晚?明晚請誰吃飯? 你又不能吃,我又不能吃,他又不能吃 是,有個飯局 為什麼你們有個飯局我會不知道? 因為真的沒有你的份 是我們帶我同學的Reu來的 剛才還好像很齊人 這就是機會,我會叫你拿到 讓大家知道你拿到多少點 我去拿大廈… 好吃 下次Reu去我新屋,我快要搬了 你搬去哪裡? 我本來打算搬去洪山半島 但大家都知道,那裡很多潛建 我最後買了維蜂 維蜂也好像不生病 但跟洪山半島比的 真的小一點又窄一點,我明白的 不是的,我那兩間是福式單位 在頂樓打通了來使用 大小跟洪山半島差不多了 那要不要三千萬? 差不多了,也有少許歐預算 但也看好了,交通又方便 就唯有頂眼上 這麼貴的樓買得起 證明你買保險也買得好 真是托賴,現在手下有幾百人 壓力很大 有人會嫌手下多嗎? 如果又漂亮又厲害,就不嫌多 就像Candy一樣 剛才讀完PhD 竟然跑去做化妝美甲,真浪費 我猜你也找得不多 讀PhD是我爸爸媽媽想我讀的 化妝美甲才是我自己想做的 雖然不瞞你找得那麼多 但我覺得夠用就行了 最重要是讓我開心 錢真的很重要 我有幾個手下 之前跟Juling、Bonnie一樣 都是做電影業的 他們說什麼是為夢想而奮鬥 這樣不錯,有志氣嘛 多有志氣也好 始終都要花錢去交租吃飯 他們跟了我不夠一年 每個買了車、買了樓 都不知道多厲害 如果以後大家有這個需要 記得通知我 我一定留給大家一個好位 但其實你真的不需要關心他們 因為其實他們也很好景 我也不說Bonnie,我也說一點 他現在跟我媽媽寫稿 其實他那邊寫完稿 這邊也收了稿費,他也很忙 還有朱玲玲,抱歉 他現在是鼎鼎大名的… 李大道,我的天啊 其實之前才拿了奧斯卡獎的 達羅丁奧 他現在很想跟他合作 說你也不相信 厲害,朱玲 可能是我有偏見 以為影視業越來越識美 做這行的一定會窮 對不起,他在上映的時候 我包場請大家看當作賠罪 那也不用了 謝謝 我先出去聽電話 我一定要出去聽,千萬別在這裡聽 聖功贏事 蟲酒很好喝,誰喊的 這瓶酒我經常喝的 叫Queen of Burgundy 最少山皮東西 但前幾天而已 我在明人飯堂才開了 你也知道 算了點東西吃 這頓飯每人至少幾千塊 不好意思,我新屋裝修了一些問題 我要出去看看 將單位已經結束了 你們吃得開心一點 好… 我們煮了… 好,我們不如… 謝謝,謝謝… 大餐是我的 乾杯 乾杯… 轉彎吧… 正在轉,射去 你這瓶酒怎麼這麼愁苦? 你還在玩什麼遊戲? 我正在掃給子彈,不能通過 好,你為什麼給我掃給他? 昨晚那頓飯這麼貴 應該要給他掃給他 什麼?昨晚他請了 你別這麼傻媽 這些不是傻不傻媽的問題 這是原則上的問題 如果他早就賣了樓 想請我們吃飯的話 那倒是問題,但他不是 他問也沒問,他自己去結帳了 結果一樣 你這麼在乎過程做什麼? 問題就是他問也沒問過 他也沒尊重我知識其理的權利 你說得好像他當你是乞丐 沒錢開飯 正確,他就是當我是乞丐 蝶姐,其實很小事 那天他最早到,他負責發辦 他喊的東西都是全部最貴 我知酒也挺麻煩的 他結帳很合理 再說,其實他喊了這麼貴的東西 當然是他自己負責結帳 難道是我們嗎? 而且誰去結帳也沒所謂 最重要不是我們買就行了 他現在打電話來 子丹,你終於肯接我的電話了嗎? 剛才開完會 趁客人還沒上來 才有時間打給你 找了很多次,有什麼事? 沒有,你昨天不是給了一頓飯 我打算過帳給你而已 但不知道為什麼過帳也過不了 你會不會有銀行戶口那些 我再給你吧 我免得月結單水蛇槍那麼笨 所以設定了五千元以下的細數不收 五千元也是細數? 朱靈,你也是的 你的銀行戶口吃不容易 就算你現在做得多好也好 都留下一個前行身,直谷房機 子丹,等等,你… 不說,我見到客人了,再談吧 他怎麼說? 他說我的銀行戶口吃不容易 我就找給他看 跟你說,百甲晚協會 將會選出最新一屆的主席 娘,薛斯也會競選 現在就要找人幫忙搞競選短片 不知道娘,薛斯有多少預算? 我的預算當然是無上限 實報實銷 導演費方面就… 三十萬 最重要是質素拍得好 拍得我漂亮,拍得我有威嚴 那就很好 絕對沒問題 一說到拍競選片 就真的一定要找我,一定漂亮 這樣吧 薛斯斯,其實我也一直在找機會 想為你服務 薛斯斯,其實我也拍過很多爆紅的網劇 薛斯斯,其實我除了什麼題材 也拍得好之外 我還跟過《士不寶》 還有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李康學藝的 李康? 李康 我的天,我很喜歡那套斷鼻山 我也很喜歡斷鼻山 但是你有沒有學到他的神髓? 他所有技巧我學得七七八八 你也好,但是你有了 薛斯斯,兩位導演來說 杜杜無宜是比較有經驗的一位 但也實在太過有經驗了 相比之下,朱凌是比較新的 但他在新一輩的導演來說 是實力最突出 也是拍攝最有心思的 多謝潮先生 那我想你應該也多謝我 多謝薛斯斯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我是吳指紋 我是張景淳 立即subscribe 歡樂APM YouTube Channel 收看TVB精選劇集精華 還有英國的觀眾朋友 我們最新伸出了一條 專門為底地設的Youtube Channel TVB Jade UK 將今年最精彩的劇集 帶給你們 記得subscribe 吧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